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主持林甘信聰 今天在美國 包括紐約 芝加哥 西雅圖 洛杉磯 加州 還有華盛頓 以及秘書里州等地 都發起 發生了規模不小的抗議的行動 特別是在秘書里州 各地掀起了非常大的怒火 燒火的燒火 然後所謂的暴動的暴動 甚至也發生了開槍的這個事件 關鍵是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在三個月前 有一名白人的警察 槍殺了一名黑人的青年 結果在今天大陪審團 他們決定說不起訴這位警察 換句話說這個動作引起了全美國在意 所謂的種族歧視的民眾 非常高度的怒火 今天我們再來談一談 在今天在美國所發生的這個事件 究竟所凸顯的美國種族歧視 有多麼嚴重的一個情形 介紹三位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是之前是前駐美副代表 現在是中研院歐美所的副研究員 黃偉峰 黃老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特別歡迎是獨立新聞工作者 之前在紐約時報擔任特約記者的劉美瑜 主持人好 觀眾大家好 中研院法律所的研究員 廖福特廖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來看看三個月前 在密蘇里州佛格森的這個市政 發生了一個警察 他是白人 槍殺了一名黑人 十八歲的青年 而這個事情引起了美國 軒然大破 我們來看看 密蘇里州檢方表示 關於本案已經完成完整 深入的調查 大陪審團二十五天 聆聽了六十多名證人的證詞 根據證據做出不起訴白人警官 威爾森的決定 守候在法庭外 支持被槍殺少年布朗的群眾 大失所望 美國總統歐巴馬 隨即發表演說 呼籲示威者跟執法者 未來雙方都要包容克制 今年八月九號 十八歲非異少年布朗 在佛格森的郊區遭白人警官威爾森攔查之後射殺 至少身中六槍 普什街頭四個小時 引發執法過當 以及預設立場 歧視黑人等種族爭端 聯邦調查局介入調查 有證人說看到布朗跟威爾森口角衝突 也有證人說當威爾森走進布朗時 他已經高舉雙手 仍遭連續開槍 當地隨即陷入好幾州的抗議暴動 支持威爾森開槍署 正常防衛的警察眷署隨後也站出來力挺執法人員 社會陷入撕裂對立 佛格森市人口兩萬一千人 居民大多數是黑人 警力與市政官員卻以白人占壓倒性多數 密蘇里州這次隨機抽出12個大陪審團成員 包括9個白人 3個黑人 他們審查本案的同時 佛格森市街頭已經浮動不安 山雨雨來 宣布結果前夕 佛格森一個學區的8所學校宣布停課兩天 商店也大門深鎖 還有木板封鎖窗戶 佛格森所在的聖路易峻警察局 買了650個催淚瓦斯彈 2000個塑膠手銬 還額外部署上千警力 聯邦調查局也派出200名探員到現場 協助警力維持秩序 記者施惠中報導 我們必須很快來介紹一下 這一個佛格森案 我們來看看在三個月前 也就是八月九號的中午 密蘇里州一個市政 其實這不大 佛格森寺一個黑人少年 麥克布朗 他去在便利商店偷了雪茄 小小的其實不是很貴的雪茄 之後他跑出來了 結果報案了 報案之後 這個布朗跟強森就要走回家 結果一位員警叫威爾遜的 他發現說路上這一個人就跟被報案的 這個情形很像 所以他要求布朗跟強森靠邊 要來檢查他們 結果這個布朗跟威爾森這名警察 發生了扭打 有肢體的一些衝突 警察威爾森就開槍了 可是開了槍之後布朗沒有中槍 他就跑掉了 然後繼續追逐 追逐之後布朗停止逃跑 可是還是被這名警察威爾森所擊斃 驗屍報告看出來說布朗至少中了六槍 其中四槍是在右手臂 兩槍是在頭部 這個是事件 那原因是什麼呢 那衝突點是什麼呢 我們再來看看 到底是誰先動手的 警察威爾森說呢 是布朗試圖要奪取他的警槍 而且一直用拳爪來襲警 那造成警察臉部紅腫脖脖子劃傷 可是這個被槍殺的朋友強生呢 他說布朗並沒有要奪取警察的槍械 而且反而是說威爾森要勒死布朗 是警察要勒死這個青年 而且威脅要開槍 那到底為什麼要開槍呢 警察說是因為這個布朗 黑人青年跑向我 那警察只好開槍 可是目擊者說 那個布朗就是那個黑 黑人青年是高舉著雙手 看起來已經投降了 可是還是開槍 三個月來 美國為這件事情 有非常高的爭執 也發生了很多的暴動 甚至密蘇里州 還進入緊急狀態 可是在今天大陪審團 決定說警察應該是 沒有太大爭議 所謂的檢察官 如果要起訴這個警察 是沒有足夠的正當理由 因此做出來不起訴的 這樣子一個決定 而也因此導致全美國在今天 各大城市都有規模不小的抗議 甚至是很大的一個暴動 我想請教美玉 你怎麼理解這件事情 那個爭議點到底在哪裡 其實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雙方說法完全沒有辦法符合 然後在各式各樣的討論裡面 我們看到很多不同的說法 像譬如說威爾遜 就是那個開槍的原警 他其實是在那個 我之前讀到他的證詞 今天今天讀的 那個證詞裡面 他有提到說那個mite brown 他是打他 用拳頭打他 然後甚至企圖奪槍 然後然後我這裡 我秀一下 那個威爾遜 他聲稱他那個受傷的 那個照片是這樣子 就是他的右臉頰紅腫 然後脖子上有畫傷 然後但是我們稍微拉遠一點看 其實沒有很大的一個 很明顯的外傷 那以那個就是我們對 我們對Brown 我們瞭解是說 他是一個非常高大的黑人青年 然後如果他是 真的是在一個襲警的狀況下 就是其實很多美國人 他們會認為這個東西 並不可信 因為這個傷其實相當的輕微 所以他們會認為說 威爾遜的證詞裡面 可能是有疑點的 然後當然Johnson的證詞 也可能有疑點 因為他本來就是Brown的朋友 那但是這個青年 他畢竟已經被殺了一個死人 沒有辦法出來對自己做什麼辯解 所以這些事情 其實還有包括說 他在那之前搶劫了學家 這個事情也是有很多人認為說 在威爾遜他靠近 他靠近Brown 然後槍殺他的時候 他並不知道這件事 他的那個警用的無線電 上面還沒有收到這件事情 然後他他去阻止他 他們等於說發生爭執 其實一開始只是因為他們走在路上 沒有走人行道 等於說有一個違規穿越馬路的狀況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大家一直重複討論 然後然後兩方很僵持不下 各性各的的部分 那也是我覺得另一點來說 就是因為美國的那個種族衝突 還有警方執法過當的問題 在這幾年越來越嚴重 然後我們看到相當多類似的案例 所以等於說 這個東西是積怨的一次性的爆發 倒不會說是這件事情 他本身的爭議性 真的就是超過了其他事件 不過我想請教說 這件事情發生已經三個多月 那今天之所以引起美國 各大城市的那樣子 一個不管是抗議也好 衝突也好 甚至是暴動也好 主要是今天上午 所謂的大陪審團 可是大陪審團是由公民所組成 是由美國的公民 他們認為說 到底這個警察有沒有問題 該不該起訴他 結果公民所組成的大陪審團 決定不起訴這個警察 可是這個動作 為什麼引起全美軒然大波呢 因為一方面 在這個大陪審團裡面 有九名白人 三名黑人 如果我們以表決來說 我們如果有一些種族刻板印象 然後以表決來說 似乎這個東西 他就已經鮮豔性的 我們去說 他就有種族上的弱勢了 然後另一點就是 他們采信什麼樣的證據 像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傷 那個圓警 他臉上的傷 脖子上的傷 這個照片是作為證據 被提出來 並且被采信的 對 那但是有一部分的人認為 這個東西不足以采信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很多 因為其實在整個證詞的全文裡面 Warson他非常詳細地描述了當時的狀況 然後這個部分 有些人認為說 可以 可以用來證明他的清白 也有人認為說 你怎麼可能把那些一點一點事情 記得那麼清楚 而且那麼誇張 像譬如說他形容 當時Brown靠近他的時候 看起來像惡魔 然後這是他這輩子看過最可怕的表情 最可怕的臉 所以他非常的害怕 只好開槍 像他這樣子的描述 是有些人認為是偏頗的 那對 就是變成說 一步 現在美國兩邊各有 就大家各有各性的 沒有說 對一定 所以這個東西到現在 其實都還是一個相殖不下的狀況 黃老師你怎麼看 這件事情為什麼會引起全美 這麼大的大波 渲染大波 我想這個 我們講種族歧視的問題 一個基本的觀念 他不是一個膚色的問題 他是一個權力不平等的關係 這種權力不平等關係 是長期存在的 而不是說 只有今天發生這樣一個事件之後 才有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抗議的示威的這種事件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必須要回過頭來 看到整個結構的問題 就這個事件本身來講 我想我看到的一些報導 是這樣子說 當時發生的時候 警察是本來警察局 應該是在很快 很迅速的時候就應該把當時所發生的狀況 公諸於世 但是他拖了一個月之後 他才公諸於世 所以一般老百姓都開始懷疑 你警察為什麼 而且那個名字到底誰設殺了 布朗這個人 這個年輕人 也是拖了一個禮拜之後 才那個名字 才慢慢地浮現出來 也就是說警察在處理 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就已經失去了民眾的信任 那麼很多在美國住過的人都知道 就是說你看看這個 如果說會問 常常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布朗是個白人的話 他今天還我想是還是活著的 可是他就是偏偏上是有色人種 那麼警察在處理這種有色人種的時候 尤其是黑人的時候 在過去我們看到 不是今天不是只有這個例子而已 有很多例子 其實都是過度的使用暴力 在這種情況之下 民眾基本上已經不太相信 就是說警察執法 是不是合宜的 那另外呢 這個這個福克森的市長 其實他也沒有做任何處理 當地的這個local community 白人的community 就把他當成就八月發生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把他當成好像沒有什麼 不是什麼不是什麼大事情 你看看如果說那個community local的community 白人的community 覺得說這個好像好像是不是一個大事情 但表示說這個是常常可以發生的事情 所以這是可以被 如果說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就很多人就開始質疑 就是說那到底美國 我們已經選出了 在二零零八年選出了 這個第一任的黑人的總統 種族這個政治呢 是不是已經離開了美國 我相信到目前為止 今天看到這樣子的事件之後呢 很多人會覺得說答案就是否定的 種族這個問題 還是在美國的整個政治裡面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影響的因素 而這個東西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單一的這個事件之後呢 我們發生說突然發生 全美各地都來抗議這個種族 我們知道這個種族抗議是個種族不平等 這個事件 種族歧視的事件 很早就有了 在六零年代你知道六零年代民權平權的運動的時候 也是各個大學到到處都有 那麼更早之前呢 我們在抗議這個 比如說種族分離政策 我們說那個分離segregation 這個政策的時候 也是到處都有抗議的這個事件 可是問題是很難想像說到二零一四年的今天 那麼八月發生這樣子一個警察 槍擊一個手無寸鐵的一個黑人的這個青年 那麼之後呢 今天看到一個grand jury 那做一個裁決說我們不起訴他 那不起訴他 當然你說十二個這個大陪審團裡面的 這個一般的民眾裡面有九個是百人 三個是黑人 更重要的是根據這個規則呢 必須要三分之二的人 三分之二的陪審團的人 他才能夠起訴這樣 是 起訴這個 對 就是剛好九位嘛 所以這樣子這麼多的疑點看起來 難怪美國老百姓就不相信說 這個這個案子到底是不是真的是 不讓這個案子是不是真的公平的被審理 公平的被處理的 我想這個問題呢 我們可以再更衍生進一步來談 就是說它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而不是存在只是一個單一的事件 要說我想請教 所謂的歧視當然是一個非常 個人感受的問題 但是個人感受是否反映的是 整個制度的問題 今天是一個白人警察 槍殺了一個黑人的青年 是個別警察的一個動作 但是這個動作呢 又一直的發生 可是這是否是說 整個美國制度上呢 還是沒有辦法去 彌平這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我們來看看幾個數字 二零一三年 就是案發的這個佛格森氏 在車輛臨檢當中 百分之八十六是黑人被零檢 那零檢之後呢 黑人又被進一步搜索比例 是百分之十二點一 白人只有一半 六點九 搜索之後呢 實際上收了之後 找到非法物品的比例呢 白人其實只有百分之二十二 黑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二 抱歉 白人反而更高是百分之三十四 如果從這個事件 從這個數據看起來 白人可能的犯罪率還比黑人高 但是黑人被搜索的比例是大幅的是比他兩倍以上 然後根據二零一零年到一二年的美國聯邦資料呢 十五歲到十九歲的黑人被警察擊斃的機率呢 是每百萬人有三十一點一七人 同樣年齡層呢 白人只有一點四七人 差了二十一倍 可是這是從結果論來看 但是如果我們再重蹈到所謂的 到底該不該起訴這樣子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到底合不合適 個人的行為 是否逾越了警察執勤的一些規定 在賠損團團方面 在檢察官方面 以至於在法官方面 這其實是一個制度問題 我們真的可以說是美國在制度上還是種族歧視嗎 我覺得應該要分兩 兩個層面 第一個是這個個案本身 他的整個司法的一個流程是怎麼樣 那這第二個是結構性的問題 也就是說種族平等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個面對結構性的問題 那我先談那個個案的問題 我覺得其實在整個 當然你用大陪成團來決定 要不要起訴 因為這是美國制度 他決定事實有沒有這件事情 那這個當然必須要由美國的制度來看 不過我覺得這個整個決定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非常大的 可以質疑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 槍械使用 因為任何從人權標準來看的話 警察使用槍械 他一定要有幾個準則 第一個 你使用槍械的前提是什麼 就剛才所提到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前提是 當時那個Brown 其實你可以從這樣事實過程來看的話 他應該是沒有槍械的 也就是說通常你使用槍械 是彼此的 在一個危急的狀態之下 警察才會使用槍械 第二個 如果你看到他打那個子彈的發速 還有他攻擊的位置 如果我們仔細看的話 他發速其實不是 絕對不是單一顆的 而是多數的 第二個他擊中的目標 其實都在上半身 手臂還有頭部 那是這個顯然 其實不是一般的警告式的槍械的使用 這個我覺得還是應該是最大會被質疑的部分 也就是說他基本上那個前提 危險性恐怕不必然存在 以及第二個你使用槍械的那個方法 其實恐怕不是單純 我是警告性讓你離開而已 而是一種相對而言 可能是比較偏向攻擊性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恐怕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在美國這麼多城市 會抗議這個整個司法 就是大飛轉團的決定的話 是在對這方面是有相當的疑慮的 就是說這個一個司法的決定的話 可能會沒有辦法讓人民去信服的 那另外一個 剛剛我也覺得應該要呼應 那個黃教授剛才所說的 就是說任何一個警察使用槍械致死之後 他其實從人權的角度來看的話 他應該要立刻的調查的程序 有當場現場的處理 以及後續的調查的程序 這件事情的話 他其實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他導致一個非常嚴重的後果 就是有致死 就這個不准從行政調查過程來看的話 本來就應該要立即做公正的調查 這個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是美國在這個警察的這個 整個過程裡面的話 是有相當的疏失 而沒辦法讓人民得到幸福的 那從這個個案 再加上一個結構性的 黑白的種族問題 那一般我們去談種族問題的話 不是單純法律上的平等而已 因為通常法律上如果不平等 那就是非常嚴重的不平等 那其實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話 他應該要變成一個 是一個所謂的事實的平等 你實質上平等 這才是一個部分 是種族平等 男女平等 或其他的平等權所要追尋的部分 剛才我們看了幾個數據 也就是說我們大概也看到出來 就是說 因為美國這種黑白的話 其實他不管在經濟 以及社會的那個階級的部分 以及你在對司法上 執法人員跟被執法人比例上的懸殊 以及他所發現的東西 這整個懸殊來看的話 所以我相信這個結構性的概念 來看的話 即使從一九六年到現在五十年了 恐怕還是並沒有那麼容易的 那廖老師我請教你 就是不管臺灣或美國 很多法治國家都說 我們要尊重司法 儘管不如人意 但是我們一定要尊重司法 但是尊重司法的結果 現在看起來是全美國各大城市 都發生很規模 很大的一些抗議 甚至是暴動 那現在的問題在於說 這個陪審團 大陪審團 是九名白人 三名黑人所組成的 如果這個數字顛倒 是有九名黑人 三名白人 可是一樣做出來 不起訴的決定 難道事情就結束了嗎 我覺得他至少 減低了形式上的疑惑 就是說裡面對一個黑人的 被告的時候 當你這個是三比二的 那個 九比三 他其實是有三比一的 這個懸殊比一的情況之下的話 他其實照到 你應該陪審團的選擇過程當中 尤其這種案子的話 應該在美國這個社會裡面 是要有這種膚色的 那個敏感度才對 照到你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個 那個九比三的這種比例的一個情況 不過他至少是最主要是形式上 是的一個概念 因為至少你不會從形式上 就認為說 他有偏頗的疑慮 不過認為可能最終還是剛才 我所提到這些實質的問題 這整個個案裡面 他所使用的槍械 那個合理性 我覺得恐怕是 是應該要 要被 被討論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案件 今天在美國密蘇里州 紐約 芝加哥 西雅圖 洛杉磯 加州以及華盛頓 都發生了規模不小的抗議 性動 甚至所謂的縱火 開槍的暴動 我們來看看 得知大陪審團表決不起訴 布朗案的白人警察後 佛格森市的群眾 憤而走上街頭 暗夜裡有人縱火焚燒 車輛和垃圾桶 洩憤 還有十幾棟建築防射 陷入熊熊火海中 警方在街頭出現零星 槍響後 擠出煙霧帶 和摧雷瓦斯去敵群眾 不過情勢依舊失控 這家商店落地窗整個被砸破 裡面的貨品被洗劫一空 人們憤怒的是 手無寸鐵的非裔青少年布朗 遭到白人警察 威爾森開槍打死 結果威爾森不需要 接受司法審判 連起訴都不成立 不只佛格森傳出暴動 包括西安大城洛杉磯 奧克蘭和西雅圖等地 都有深淵民眾上街示威 露宿街頭表達不滿 在東岸的紐約和華府等地 同樣有群眾展出來 面對抗議聲浪四起 非裔民權領袖傑克遜 呼籲民眾繼續抗爭 至於聯邦調查的程序仍在進行中 美國司法部長發表聲明強調 司法部的調查還沒有結論 記者曾慧明報導 美玉我們看臺灣的 不管是電子媒體或是平面媒體 今天都還來不及反應這件事情 可是你怎麼樣看待 今天這件事情到今天為止 已經引發了美國 各大城市的一些抗議 甚至是暴動 這件事對美國未來會造成什麼影響 其實這件事一來是反應 這一個長期以來 黑 黑人社群 那個相對剝奪感非常嚴重 在那個資源落差下 包括教育資源 包括像黑人的失業率 一向都比白人高 像譬如說我們剛剛說 在Ferguson這個地方 他們的黑人失業率高達十Percent 那這是相對相當高的失業率 然後貧窮率高達大概有二十二Percent這樣子 那這個東西 其實像美國各大城市 都有所謂晉升化的這樣子問題 那Ferguson這邊的貧窮問題 也是這樣子來的 那這個問題在各大城市之間 各大城市裡面的所謂的貧民窟 裡面 其實大家對這些事情一向都 都是包括我們說 之前 在之前Triven Martin那個事情 佛羅里達州 也是一個黑人青少年被殺害的事情 這些事情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在黑人社群 尤其是在貧民窟之間 大家一直非常的不能夠忍受的 然後還有包括另一個問題 就是警察擴權 那這兩件事 第一個那個資源分配不平均 然後第二個 警察權力過大 這兩個問題 其實我認為 沒有解決的話 接下來幾年是會繼續更嚴重的撕裂 美國社會 而且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對立 像警察 我們警察在每年他合法殺害 合法槍殺的人來說 大概就有四百人左右 然後當然黑人是占多數 黑人青少年 黑人青年更是多數 那在過去 在過去這十年來 在Saint Louis 就是Saint Louis County 他就是佛格森所在的 這個county 這個地方 發生過五次警察殺人 警察槍殺案 包括有一次是非常誇張的 就是一個黑人婦女 從樓上走下來 手上拿一根長釘 警察巡邏的時候看到 他們以為他拿的是刀 或者是槍 就直接把他殺了 不起訴 五次以來都不起訴 那這個東西是不是說 他這樣子漸漸的累積累積 造成越來越深的社會仇恨 我認為是 黃老師 我要請教你 這個是警察執勤過當 或者是警察有所謂的歧視黑人的問題 還是是黑人是否犯罪率比較高的問題 還是是整體經濟就業的 整個資源分配問題 不過我們來看看這幾年來 這種事情發生很多很多 而每一件事情都會引起美國大大小小的騷動 一二年二月的時候 這件事情很大 之前有話好說也討論過 一個黑人青年馬丁遭到一個守望隊員 齊莫曼槍殺 結果是無罪的 一百零一個城市抗議 一二年加州警察 獲報十九歲的大學生 攜帶槍械 要搶劫 結果把他殺了之後 發現他根本沒武器 一三年三月的時候 在紐約十六歲的青年 參加一個派對之後離開 然後遭到兩名警察擊斃 身中七槍 結果目擊者說他被擊斃的時候 手上根本沒武器 我們來看看之後的一些情形 一四年七月的時候 紐約四十三歲的男子 因為他賣絲煙 遭到茶器拒捕 結果被白人警察勒脖子 導致心臟病發死亡 祕書里周八月 就是我們談的這件案子 然後在十一月的時候 有兩個案子 在紐約一個菜鳥警察 巡邏的時候 誤殺沒有武裝的 二十八歲的非醫男子 這件事情呢 在這幾天引起很大的討論 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子 他在玩BB槍 不過那個BB槍 沒有一個橘色的前面的 那個套子 所以不太容易辨認 到底是玩具槍還是真槍 那後來呢 他在盪鞦韆的時候 警察要求呢 他被要要屈服 可是他手又伸進口袋 感覺好像要掏槍 結果這個小孩子就被擊斃了 這種事情是層出不窮 可是我想問的是說 是警察個別的種族歧視問題 還是是真的黑人犯罪率 偏高的問題 還是是整個經濟問題 我想你可以從幾個層面 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說在執法過當 這部分 其實白人的警察 對黑人的這個 所謂的嫌疑犯 執法過當情況是層出不窮 那這當然是源自於 他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在心理上面來講 會覺得說黑人本身就是 因為他的這個 這個經濟收入條件不好 然後生活在一個 這個我們講的Ghetto裡面 這個這個貧民窟裡面 他比較有可能犯罪 所以警察在每次看到黑人的時候 他搜索的情況就特別多 剛剛主持人也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看在搜索毒品的情況之下 的時候 你發現反而黑人真正被搜索到毒品 只有百分之二十二 白人有百分之三十四 那可見是說 如果說用同等比例的方式 來搜索的話 那恐怕白人持有毒品的比例 可能會更高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 來推論的時候 也許犯罪 所以從犯罪比例來看的時候 黑人或許會比其他這個白人 或是其他有色人種還多一點 可是問題是 不是出在他本身的問題 可能出在一個社會結構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住在一個 community裡面 他這個社區裡面的 完全沒有沒有任何 role model 可以讓他往上 向上去去流動 讓他讓他往上爬 那當然他在一個這樣的團體裡面 他有可能就是跟其他同儕 在一起到處去混到處去玩 那白人警察看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他覺得說一個刻板印象說那看到黑人 那第一個他就第一個就覺得說 你可能是就是一個嫌疑犯 所以我當然我就會盤查你 在盤查的過程當中 當你去摸你口袋的時候 剛剛你看到那個十二歲的小孩子 摸口袋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你可能是要持槍的 所以他就有可能會使用槍解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從個案來看 其實基本上 他你可以瞭解就是說 他是個白人一種心理的作祟 但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拉回來 看看整個美國 整個這個種族歧視的歷史來看 你看美國憲法裡面講說 人生的自由平等 可是問題是 你看美國憲法 當時在一七七六年 他們在起草這個憲法的時候 人是什麼人 就是白人 黑人是什麼 黑人是個property 是他的一個財產 對不對 黑人是個財產 後來我們才發現 就是說我這個打了一個南北戰爭 一八六一年打個南北戰爭 就希望能夠解放黑奴 讓黑人過去在投票權的時候 你記得以前黑人投票權 是白人的二分之一 所以他不算是一個人 就算你是一個自由的黑奴的話 你投票權是二分之一 你等一八六一年 打了一個南北戰爭之後 北方的這個 所謂說北方的是共和黨 南方的民主黨 打完了 好 現在黑奴解放了 可是問題就來了 在這個整個reconstruction的過程 就是說在整個復健 整個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完全落實 就是說讓黑人能夠在政治上面 經濟上面 社會方面各種權力上給予平等 所以您剛剛主持人特別提到 就是說這到底是一個 只是一個單一的 是襲警的事件 還是一個結構的問題 我會比較傾向 它是一個結構的問題 你看一八九六年的時候 每一八九年有個case 到Plessy跟Ferguson 又是同樣一個一個一個這個case 這個case裡面呢 其實就是一個只有八分之一血統的 這個黑人 在紐澳樑裡面 他提出一個案子 希望就是說 我們是現在有一個一個平等的 一個法律 希望能夠黑人跟白人能夠在這個 在火車車廂行業能夠共處 結果你一八九六年的時候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 在這個Plessy跟這個Ferguson 這個案子裡面 他居然判了一個說segregation but equal 也就是說種族隔離 但是還是平等的 只要你在這個學校裡面也好 火車車廂裡面也好 提供同樣的設施 給予同樣的不同的 他是種族是可以的 這個這樣的判決 你看在一八九六年的時候 明明看起來就是一個歧視的一個判決 但是他就是成立 到一九五四年的時候 在一個Bloom跟這個Ball of Education 這個case裡面才把他推翻出來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case 完全是不符合美國憲法立法的一個精神 那老師你怎麼看待這個案子 到底對美國未來會產生什麼影響 我覺得恐怕會有一些社會上負面的發展 會 恐怕會加劇黑白的種族的衝突 剛才我順著黃教授所說的 其實他最後真的在法律上 還有解決一九六四年的民權法案 這我們就比較熟悉的一個部分 可是這已經五十年了 這五十年最基本要追尋的 可是在實質上恐怕是有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他恐怕是 這個案件是不只是個案 也包括結構性的問題 這是雙重的累積而造成的一個事情 那通常這種事情發生了以後 他會造成一個負面的影響 而造成的就是說 你可能在前面的很多的努力 恐怕反而是被被被消掉 被被消掉 那所以就恐怕這整個必須要 美國社會恐怕要花更多的時間來消磨這整個黑白的彼此的 而且我剛才再參加 不只是法律平等 法律平等 這個一九六四年最晚最晚最晚 到一九六四年 他已經確認了 可是這個平等 實質上平等的話 恐怕我覺得在美國社會裡面 要花更多的時間 才能夠再重新找回到一些彼此 在某些很基礎的信任而已 是 這個是今天早上美國佛格森案 所做出來所謂的不起訴 白人警察槍殺黑人青年的這個決定之後 在美國各大城市都引起規模不小的抗議 甚至是暴動行為 而這件事情恐怕還會延燒一陣子 當然有話好說 會持續的關心跟報導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香港 香港戰鬥